南苏丹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内陆国家,人口约为1200万,面积62万平方公里。 该国于2011年才从苏丹共和国获得独立,年龄不到8岁,是全世界所有被联合国认可的国家中最年轻的。 在历史上,现代南苏丹和苏丹的领土长期被埃及人占领。 直到1956年苏丹独立为止,但独立后,苏丹南部接连发生了两次内战。 内战后,苏丹南部自治区成立,2011年7月9日,苏丹发起了全民公投,终以98.83的选票通过了独立法案。 南苏丹正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,而去年7月9日,是南苏丹成立七周年的日子。 但是政府早早地宣布不举行庆祝活动,原因是,他们预计庆祝活动的成本至少为一千万南苏丹邦,约为四十五万美元。 可南苏丹政府太穷了,没有这么多钱。 他们表示,如果能够获得这笔钱,他们宁愿用它来解决经济中遇到的问题,例如支付公务员工资。 而回到2017年的国庆日,南苏丹举行了庆祝活动,但不过也就是一个正式的仪式,游行和跳舞唱歌而已。 而且许多观察家都认为,这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。 南苏丹可能拥有丰富的带开发的自然资源,但数十年的战斗使该国的工业有限,基础设施很少,整个国家的公路目前也只铺设了大约500公里。 更糟糕的是,低油价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。 世界银行称,南苏丹是世界上对石油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,政府支出的90以上的钱,来自于石油收入。 而低油价已经使得国家的预算短缺,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,而物价通胀率则接近300。 也就是说,物价翻了两番,南苏丹的央行还表示,它的外汇储备只可以勉强持续一个月了,国内的局势也不稳定。 经过多年的战斗,数万人死亡,二百多万人流离失所,南苏丹政府去年与叛院分子达成了和平协议,叛院头目来到首都与总统会谈,确定了国内的团结。 尽管暂时有稳定的迹象,但战斗仍在继续。 据称,南苏丹国内目前又有新的武装团体成立,并准备与政府军开战。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,南苏丹目前有约3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和营养不良,国内丁卡族和努尔族之间的血腥冲突,持续了两年之久,现在还蔓延到其他族意间。 正在摧毁该国曾经潜在的丰富的石油自由,140个非政府组织正在极力帮助这个国家。 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曾用飞机低空向南苏丹投放粮食,包括穀物、豆类、植物油、玉米大豆,以及妇女和儿童专用品等。 每一次空投可以维持一个镇,以及附近村庄一个月的生计。 但这个最年轻的国家,路还有很长,南苏丹人民何去何从。